掌声请出 求职者 叶子 29岁 湖北人 高中学历 好 大家好 我叫叶子 来自湖北一昌 目前定居在上海 那今天来到我们 《费力莫属》的舞台上呢 我想寻求一份 关于活动策划 以及活动现场执行 和这个公关维护的 这样一份工作 希望现场的各位老师 能给一些指点 再次的感谢 谢谢 欢迎你 叶子 听着自我介绍的感觉 你唱歌吗 对的 我是唱流行 唱流行 流行通俗 但是你刚才自我介绍的感觉 我觉得特别像爵士 有点紧张啊 其实是这样子的 你的这个普通话说的 挺有地域特点的 它特别舞台腔 是吧 对 刚才我为什么说 像爵士呢 就是尊敬的各位姐家 还有人力资源专家 还有主持人老师 大家晚上好 就我感觉你马上 我再给你键盘老师 再给你点曲啊 咱就能唱起来了 但是你别说 就是 也算是能够吸引别人的一个 小特点 你是从小就喜欢唱歌吗 对 从小喜欢唱歌 从多大开始 鸭鸭血雨 能唱三五岁的时候吧 这种 我看到你好像是土家族 对 我是少数民族 我想问一下 你们土家族的姑娘 是不是都一个个像你这样 非常漂亮 而且能歌善舞啊 因为我们土家族的话 在山区啊 然后我们就是当年没有这个电话 通讯这么发达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嗓音这样喊的 真的是用唱山歌来教的 对面对面坡上都是可以 可以可以听得到的 你能不能就是在现场 稍微地给我们来模仿一下 你就用土家族的山歌 跟第二现场的那三位职场观察团的成员 打个招呼 就说一声你好吧 行吗 我们感受一下 这个原汁原味的这个土家族 我们一般的就是开头 就是我们没有称呼啊 就是 快点A一下 我的天哪 大点声 别别吓人 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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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耳口擦牙 问你二句话 你的耳口擦牙 在家不在家 在家 我的三口擦牙 问你三句话 眼前这个 眼前这个 过过岁 今年有多大 我的天哪 好好听啊 特别好听 叶子 叶子 我想问一下啊 我觉得刚才啊 有一点失常 你是看到了 他们三位中的哪一位 哪个阿哥是吧 对 然后让自己这个发挥失常了 是因为我们刚刚这个切锅第二现场 三位老师 对 然后只有我们中间 中间 中间 中间这位老师 只有中间这位老师 就是中间这位老师 恶心到他了 不是老师 是我 给了我自信啊 然后我有点紧张了 他给你自信了 他怎么给你自信了 对我想说姑娘 请不要为我的绝世容颜所倾倒 请关注我的内心 你不应该哥哥 应该是对面的那位大叔 叫哥哥 我觉得这有点差味了 现在都叫小哥哥 哈哈哈哈 哈哈哈